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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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個單元是比較專業的付費課程 就是怎麼樣去使用電子郵件 自己專屬的電子郵件 不是小老鼠Gmail.com的電子郵件 而是小老鼠後面帶你自己的Domain Name 就是自己網址的這種電子郵件 那我們上一節講到就是設定網站的時候很簡單就是A記錄 但是你要設定網址的時候 你要設定Email的時候他就不是A記錄了 他要選的是MX記錄 我們講MX記錄 然後輸入郵件主機名稱 郵件主機名稱 你可以直接填寫 你自己的網域名稱 Tutor23.biz 好 你可以看一下他底下的說明 如果你不曉得 我目前設定的這個EE是什麼的話呢 這邊有DNS代管設定說明 A記錄指向哪一個IP 然後主機名稱是哪一個 就是網域名稱的前面就是你的主機名稱 空白也可以 空白也可以 空白就是沒有TripleW 就直接是網域名稱 也可以當網址 也可以當網址 那另外一種呢 IPv6我們不要理他 IPv6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我們不要理他 目前我們都用IPv4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理解IPv6是什麼啦 反正就是IP目前已經越來越少了 以後會不夠用 包含以後家電如果要上網 家電、電鍋、電冰箱、手錶 還有很多智慧宅的一些家電 要上網的話都會有個IP 那IP肯定不夠用 所以就衍生出IPv6 先講到這裡就好了 然後郵件紀錄就是 Mail Server跟Mail Server之間 一定要知道這個MX紀錄 那他的設定方式就是 主機名稱 然後IP 然後有AG6的話 就打上去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有打兩筆了 AG6兩筆打上去了 然後後面這MX 然後打10 然後後面是 MS1.xyz.tw MS2.xyz.tw 這個是他的主機名稱 主機名稱再加上 加上Domain Name 加上Domain Name 那講那麼多 如果你不會設定的話 我可以幫你設定 我們有提供這個服務 如果你要架設網站 那不放心給別人帳號密碼的話 其實LUNA爸這邊有代管很多客戶 比較信任我的客戶 他都直接把招號密碼給我 我就幫他設定好 那他這樣也用了10年以上了 也沒事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安心的話 你可以請我幫你做這一段 OK的 然後 我就把他設定上去 我一筆就可以了 然後 這一筆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小老鼠後面是這個 然後 小老鼠後面如果是這個 Domain Name的時候 他信件就會傳到這台主機 按送出 然後接下來我要做一個測試的動作 他告訴我說 DNS的解析必須在24小時之內會完成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完成 所以 這邊有一個 這個比較難一點 比較難一點 但是 這是一種做測試的方式 NNS Lookup SetType 等於MX記錄 這個一般人不用了解 我只是在做測試 測試我剛剛的設定 到底有沒有成功 我去查詢的方式 我去查詢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然後 Tutor123.biz 這個就是我申請的Dominium Enter OK 查到了 意思就是說 小老鼠後面 如果是Tutor123.biz 的話 這個信件就要送到 Tutor123.biz 這台主機 那這台主機的IP在哪裡 你可以用PIN的方式去找一下 PIN一下 Tutor123.biz OK 回覆721114967 所以它告訴你說 信件如果寄到這邊來的話 其實就是721114967 那我們再回管理去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IP 721114967 OK沒錯 所以我的信件確實就會送到這台主機來 這個在 在那個買網址的地方已經設定好我的email了 接下來 比較困難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CPanel CPanel這邊 這邊有個 電子郵件 按電子郵件 去做設定 這邊就有了 比如說我要這個帳號 我的email就叫做 Service小老鼠Tutor123.biz 這個就是我的專屬email 專屬email 已經不是什麼小老鼠Gmail.com 這就是我的專屬電子郵件 一般企業他們一定會設這個東西 那前面這個名字是你自己去取名的 比如說我叫Johnson好了 那我就寫Johnson 小老鼠Tutor123.biz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Tutor123.biz 那全公司的人呢 就是前面帳號不一樣 那小老鼠後面都是一樣 就是公司的domain name 公司的網址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它設上去 好 那這個信箱會給它多大呢 我給它 1000G 1000Mai好了 就1G 建立帳戶 好啦 那我的email就產生了 開另外一個瀏覽器 開另外一個瀏覽器 測試給你看一下 我剛剛那個是service service小老鼠Tutor123.biz 然後密碼呢 就是我剛剛取的密碼 登錄 所有預設值 好這樣你就看到我的右上角這邊 service小老鼠Tutor123.biz 這個就是我的帳號 ok好 那我現在登錄 寫封信 這個是webmail webmail 然後現在 撰寫新郵件 你看這個寄件人就是我自己的嘛 然後呢 然後呢 他給我的Gmail 測試一下我的Service帳號 Gmail 複製一下好了 ok 然後 寫完畢之後呢 你要做送出信件的動作 送出 這邊有個寄出的按鈕有沒有 寄出 好了 齒郵件夾沒有 沒有信件的 已經寄出了 收件夾沒有 看一下寄件備份有沒有信 ok已經跑到寄件備份有沒有 把它點開看一下 對這個就是我剛剛寄出去的 在寄件備份裡面了 好那現在呢 我就去我的Gmail 收信囉 我就去我的Gmail 收信看看剛剛那一封信有沒有過來 我的Gmail 我的Gmail 欸不錯已經進來了 在這裡 Service小鼠Tutor123.biz 好了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比較專業了 就是我們公司的Tutor123.biz 這家公司的服務人員Service 寄給我Gmail的信 然後我回覆它 我們測試一下回覆 感謝您已收到 已收到 傳送 剛剛是設 剛剛是測試寄出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寄回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寄回去的時候 看它能不能收到信 來我們來收件夾 收件夾 看一下 找這邊有個重新整理 好 這時候已經收到了 有沒有re 就reply的意思 回信 測試一下我的Service server帳號 把它點開顯示圖片一下 感謝你已收到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 Email的設定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就是寄出去跟收信 寄信跟收信都ok了 都ok了 這一節就是主要講 Email的 專屬Email的設定方式 可能對大部分來說會比較困難 那因為我以前是網路工程師 而且我自己在販售的就是電子郵件相關的產品 電子郵件的伺服器 所以有很多中小企業都是我的客戶 包含六浦王宮 漢萊飯店 銅鈴百貨這些我都去安裝過電子郵件的伺服器 那這一方面比較專業一點 但是其實沒有很難 那當然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我們也有幫您提供這個服務 這個 對我們來說設定不難 那主要是觀念的問題 觀念的問題 因為當中還會遇到很多 收發信件的很多問題 好那我們這節介紹到這邊 那個時候把牙肉的福音 探還會把ười的那些 called 愛… 不要再 ineffective 那還希望我們這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